第一個,按鈕因為上禮拜有講過 所以你們自己再加一下 在哪裡呢?開發人員裡面 有沒有 插入這個 這個按鈕不是這個 是這個 OK 你就自己再拖拉這個 並且在上面加名稱 對應到我們剛剛寫的SUB 然後就可以把我們需要的按鈕 把它做出來了 OK 選一個 我把這個名稱複製一下 確定 然後這個的話呢 就直接把剛剛的複製貼過來就可以了 那就一個,兩個,三個 然後呢 你就可以去RUN它了 所以這個 假設三個做完 這個就輸出公式 這個的話呢 最後的結果 OK 那 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就是把 剛剛的部分把它完成 那最後的話 剩下一個自定函數 那這一題就大功告成了 那所謂的自定函數 特別是其實你可以 拿剛剛的這一個程式 來稍微做個修改 應該就可以改得出來 那怎麼改 首先第一個 如果我要增加一個自定函數的話 記得喔 自定函數呢 一定要寫在哪裡 寫在模組裡面喔 因為我之前蠻常遇到同學寫錯地方 結果沒辦法RUN 記得喔 一定要插入環數 因為之前有同學寫在哪裡 就反正點兩下打開看到白色的寫 寫完之後發現很奇怪 寫的東西跑到哪裡去都不知道 記得不要亂寫喔 一定要寫在哪裡 寫在模組喔 有沒有 所以你看看模組 如果沒有模組 你就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就可以了 記得啊 也不要沒事 因為之前有同學 發生過什麼 遮住對不對 他就沒看到模組 就一直插入模組 然後一直插入一堆模組 然後最後放哪裡 他也找不到 我是建議你就一個就好了 再實現一個 OK 所以你這個不要的話 移除 按右鍵 移除掉 要不要匯出4 OK 一個 module1 這個名稱可不可以改 可以啊 下面不是有個屬性 屬性裡面不是有Name 那個Name有沒有 你可以改成別的沒關係 比如你要改AAA Enter 名稱就改了 OK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 最後寫Function 那Function的話 我希望這個Function 就不是按按鈕 而是插入函數可以找得到的 那怎麼做 1 記得你這邊開頭一定要叫Function Function Function 空一格 那名稱叫什麼呢 名稱也許叫這個 刮鬍字串函數好了 我習慣就是在這邊 加個刮鬍字串 空一格 然後加 名稱不要跟上面一樣 所以補兩個字 函數好了 好 然後按Enter 你會發現 他自動會幫你加 EndFunction OK 第二步的話呢 你要跟他要資料 怎麼要資料呢 要什麼資料 要參賽者資料 要參賽者資料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 刮鬍後面 乾脆直接叫 參賽者資料 直接放哪裡 放刮鬍裡面 他就跳一個框框出現 參賽者資料給我吧 有沒有 就一個視窗 好 那他會給你參賽者資料 不過參賽者資料好像太長了 叫資料就好了 OK 好 再來的話呢 那我要怎麼處理呢 他給我資料 所以我要找找看資料裡面 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呢 有沒有前刮鬍 有沒有後刮鬍 所以你可以拿這個來改 所以你可以拿這個來改 在剛剛的程式 4NAS不要 中間這個五行 你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這邊來 那縮排太多怎麼辦呢 縮排是按TAB鍵對不對 你可以按SHIP加TAB SHIP按住再加TAB 往前是突排啦 往後 縮排 按TAB是縮排 按SHIP加TAB是突排 突排的話 就是往左就對了 OK 那把它排整齊 然後再來怎麼做呢 特別重要 只要是Sales的這個物件 一律改成資料 SalesA有沒有 特別說 他給你資料對不對 所以呢 意思就是說 他給你這個照大棚 或流云 那你就去找找看這個資料 所以喔 如果裡面是SalesA的這個資料 有沒有 儲存A欄的 你就把它改資料 所以這邊的話 其實只有三個地方 改一下 那這個前面這部分不改 最後還改一個地方 Sales的B欄 意思說 反環的結果 放哪裡呢 特別注意喔 它是放在儲存格裡面 對不對 那如果Function它不太一樣 它是互動的 所以喔 請特別注意喔 請你把這個Function後面這個名稱 有沒有 複製一下 把Sales的B欄這個資料 把它貼上 意思就是說 它切割完的資料 就幫你把它放到這個Function Function可以贊存資料 然後因為你滑鼠放哪個位置 它會把結果 幫你Return到那個儲存格裡面去 大概的邏輯就跟剛剛的Sub完全不一樣喔 還有一點喔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是寫Function 你不是直接從上面執行 Sub才是喔 那Function怎麼執行 特別注意喔 我先把這個清掉 從這邊執行 插入特別注意喔 裡面的話就會多一個使用者定義了 這個是當你的模組裡面 有一個以上的Function 才會有這個東西 好 我們剛剛有加了喔 那就選擇使用者定義 然後裡面的話 應該會有一個叫 刮弧自串函數 欸有了喔 OK喔 按確定 所以它跳出來有沒有 它會跟你要一個什麼 要一個資料 OK喔 它跳出來 會跳比較慢喔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我給它這個資料 趙大鵬 欸有了有沒有 我就給它 有點像是 互動式的吧 這個我給你喔 然後A2裡面的東西叫趙大鵬 好 然後我程式裡面呢 就把這個資料 放到那個參數裡面 然後幫我去找A 再幫我找B 然後呢 如果A如果不等於0的話 幫我切割得到結果 裡面應該 因為裡面等於0 所以按確定 欸 再往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喔 欸 欸 好像已經接近了 但是好像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欸 為什麼是0呢 主要的原因我們來看一下喔 因為喔 假如說瓜壺自算這個函數喔 它的預設值就是0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沒有去給它其他的值的話 它還是永遠是0 所以有兩個解法 一個解法是什麼 你乾脆這樣喔 在第一行做什麼 把瓜壺自算函數喔 直接怎麼樣 直接先預設值給它空的 這樣就好了 因為它原來是0 因為它原來是0嘛 那我第一行我就跟它講說 你不要是0 你就是放一個空字串就好了 就這樣喔 所以喔 如果做完之後 你就在這邊把它打勾一下 欸 你會發現不見了 OK 所以特別是預設值給它改一下 這是方法1 方法2的話 是我那個雲端上面放的 你可以在IF 裡面再加一個反之 else 反之 這個地方就是 如果這個條件為True 那就執行這個 如果為Force 就Ls 那就執行什麼呢 特別注意 你就把這一行 搬到Ls裡面去 這樣子 也可以啦 只是哪一種方法比較簡單呢 當然應該是剛剛那個方法比較簡單 然後你想說老師 你幹嘛要多寫這個呢 因為我主要是要順便教各位 如果邏輯判斷喔 如果它有為True的話 只要執行 那我以為Force 你也可以執行 所以你可以多寫一個Ls 那這樣寫完之後 兩個方法都OK 那我們執行一樣 結果呢 也會是正確的 那今天的話呢 大概就是把這個 所以今天作業 就是這三個按鈕 加一個這個Function 那記得喔 最後呢 存檔的話喔 請特別注意喔 他問你是否存成無聚齊的活躍部 請按否 不要按4喔 否的話記得什麼 要把它瀏覽 改成什麼 啟用聚齊的活躍部才OK喔 如果你直接存檔的話 那你的VBA就不見了 等於你是白做了喔 OK 一定要啟用聚齊活躍部 那存檔的話呢 請各位記得呢 把這個最後存檔的結果 他一定是有個驚嘆號 記得喔 腳交是要繳這個喔 不是繳沒有驚嘆喔 因為驚嘆號指的是 裡面有VBA程式喔 焦的話呢 是這個 另外你可能可以再 確定一下 檢數裡面有一個副檔名 打勾有沒有 它的副檔名叫什麼 XLSM 不是X喔 記得不要交錯了 上傳的話記得要把那個 轉換成Google市傳表 那個部分要關掉喔 不然的話呢 你交了等於白交喔 OK 來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喔 那今天的話喔 那個我們喔 主要就是把那個 151這一題喔 把它帶完喔 OK 所以今天的話呢 就有一個作業喔 作業的話就是151 瓜無自竄的這個部分喔 OK